昨天是荷花荷叶的生日 狠思们一大早就来等着给花花过生日 谭爷爷端着苹果 来给小熊们布置生日场地 在地上用苹果摆出了一个心形 摆得好 之后回去拿了蛋糕进来 这是我见过最巴适的蛋糕了 窝头蛋糕 就好像我跟老板说 老板我要皮蛋瘦肉粥 然后老板就给了我全是瘦肉的粥 之后谭爷爷先把花花喊出来 花花优雅地从公主小镜上走来 一步一步地走到谭管家 啊不谭爷爷身边 爷爷给了花花一块小苹果 花花拿着小苹果吃了起来 吃完了苹果看着这一地的满熊全息 不知道该从哪下嘴了 闻了闻小苹果 又甜甜窝头上的胡萝卜 最后选定了胡萝卜 花花把胡萝卜含在嘴里 可能是太冰了 就把它吐到了手臂上 胡萝卜变成了小花袖章 小花掉了 何叶弟弟也出来了 谭爷爷把弟弟喊了过来 看见这么多好吃的 花花也发愁啊 这得吃多少天 弟弟也加入了满熊全息 雕了一块冻苹果吃 花花想包下这个大工程 任远也出来了 但是他没过来 而是董事的钻进了小树林里 爱九也来了 也去钻小树林了 给姐弟俩留足了时间吃 弟弟开始吃苹果 没多会儿就吃了一小片 任远也来了 坐下来吃了会儿竹子 心里想 你们好了没 好了我就要上了啊 先是找了一根笋吃 花花还在啃窝头蛋糕 爱九也来了 转了一圈来到花花这里 尝一尝花花的蛋糕 然后捡了荷叶的苹果 荷叶和润月快把新型苹果都吃完了 花花把窝头蛋糕抱在怀里 开始独自享受 花花好喜欢这个蛋糕 哦吼 蛋糕掉了 爱九没抢 而是走了 润月过来直接抱着拖盘吃 花花又抱起了蛋糕 润月放下拖盘 接过了花花的窝头 也尝尝味道 爱九过来要抢 两只熊抢倒在地上 爱九抢到了 好像爱九被冰到了 连打两个喷嚏 把润月吓一跳 窝头不吃了 爱九走了 和润月抱起了窝头再啃 舌头都冰得起飞了 冰冰 冰冰 他们熊抢为什么这么图去啊 打两个图去 润月要来抢 还不给 躺着啃 润月放起了 跑去玩小竹篓 里面也有小苹果 润月拆掉了一个 一整个把头埋了进去 此处可以做表情包 逃避现实 另外今天也是蒙兰的生日 八姑奶爸的最爱呀 让我们一起祝他们生日快乐吧